大家好 今天是1月26星期三 香港股市经过星期一跟星期二的反复回调之后 今早曾经有一点点的反弹 当然这个反弹只是一半而已 整体来说股市还是在一个高台反复而不明 不过相对美国股市来说 香港股市表现已经算不错的了 我们看一看 美股到情势指数这个月5号 创了历史的新高到36952点 好了 出现回调 这个回调到这个25号 就是昨天的低位33150点算起来 再短短一个月不到 指数已经回调3802点 等于说是10% 当然这个回调的幅度也不算少 可是问题就是美股从2020年3月23号的低位 18213点开始的上升 其实这个中期大的生乱 内测的升幅有18739点 这个绝对绝对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了 所以出现一个回调只是时间的问题 好了 现在跌了3802点 到底够不够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够的 所以对美股的看法 我个人还是比较保守 反过来我们看一看香港股市 其实去年股市从3183点 一直回调到22665点 去年下调幅度有8518点 好了 不要说这个 我们看一看2020年3月19号 恒正指数的低位是21139点 看一看现在是24000多 等于说大概10%左右 美股已经上升了一倍了 香港股市就上升了10% 那相对来说 美股现在还是在一个高台 反而港股来说还是在一个低位 所以就算是美股进一步仿佛 对港股来说 影响我觉得还是不大的 好了 再看看那个指数 今天恒正指数先高开99点 到24342点 曾经一度轻轻的反弹到24487点 可是没有办法再推进 在一点一点的估压出现之下 指数今天曾经一度是低限 24123点 而直到目前为止 指数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24200点左右水平 进行一个整顾 好了 明天就是这个月 旗子转仓的高峰期 星期五就是这个月旗子结算日 要是没有什么大的事情 突然之间出现的话 我想恒正指数旗子 这个月旗子应该是在 2万4以上进行一个正常跟整顾 再看看移动线方面 今天来说出现一个黄金高架 因为20天线在今天 已经是重新回升到50天线以上 那这样子看起来 指数虽然是 这两天是跌全10天跟100天线 可是暂时还是稳守在20跟50天线以上 说真的 故事还是有一点点的反复而不明 可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还不算太差 因为这个月大家看一看 从6号的低位 22709点开始上升 到21号的高位 24982点 已经上升了2273点 出现一点点的高财整顾 基本上很正常的 我可以这样看 要是指数还是能够 记住稳守在20跟50天线以上的话 我觉得问题不大的 当然在月底之前 稍微出现一点点的反复而回掉 对下个月股市的发展来说 基本上是有利的 因为先低 先低制人有机会是后高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